为何一毛钱都不要伸仗停车位 8月1号起就要大幅缩水 只能免费停4个小时 市长在里头开会 外头有人抗议非同小可 警方架齐人强 还有人随时搜证 可以让我说话吗 可以让我说话吗 法律千万条了 要放自己桥了 社会局科长出面讲不到3分钟 就被轰走换成交通局局长出面 讲到15分钟依旧充满货药味 你要赚我们的钱吗 你要赚我们身心障碍的钱吗 不要再说话啦 我们心动不变 你要我们的走转力提高 什么叫做走转力 我们讲的是 你们那个科长过来的走转力 你要我们站起来走转吗 我们在生权文会副市长主持的 结果讲到后来讲什么 讲这是好龙斌市长已经签署同意了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讨论 这个是已经开会了 所以如果没有市长级以上出来的话 我们打死不退 一行人趁着疲惫的身心 渴了喝水 饿了吃面包 累了打个盹 无助的野生就是期盼 能够见上好市长一面 没想到越见越火大 一般我们办事情大概也估过 我们当初他们也跟我报告过 四个钟头大概该办的事情都拜完 至少有非常多的病友打电话来说 他到医院从停车开始到他 整个就诊过程回 离开的时候不止超过六个小时 我会了解 两个人滥用 为什么我们十个人要一起背那个 不是你听我们讲吗 谢谢我听到 常常的轮椅车队在大厅发传单 还刻意绕到社会局高呼口号 8月1号上路的政策没有妥协空间 下一步他们不排除 要发动更大的抗争 民事新闻常传蒋红如台北报导 其实今天这些出面抗议的身障人 是他们最大的旨意就是说 台北市非法占用残障停车位的问题 其实是出自于停车证发的太腐烂 光是去年就发了一万三千多张了 但是真的有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吗 收费员不讳言地说 有些人根本就是好手好脚的 还开名贵进口车 但是只要拿到了这张残障停车证 也没有办法对他们开单收费 残障停车证真的发太多吗 我们来到马路边突击检查 这一排八个公有停车格 通通被停满了 仔细一看 有六台车都贴了残障停车证 每一台车真的都符合身心障碍的资格吗 有车主看到媒体拍摄 赶快来把车开走 有这个证件还需要付停车费吗 车主不用回答 但他明明好手好脚 我们更发现 有些贴了残障停车证的 还是外国的高级进口车 收费员不会言地说 这些都是假生账 根据台北市的残障停车证申请流程 只要拿得出申请障碍手册 以及行照驾照等相关证件 每一户就能申请一张 但从历年来申请的章数来看 90年发了6000多张 99年这一年就暴增到13000多张 超过路边停车隔一半的数量 要何时去评估 是这个需求来何时发放 但是这一个部分 社会局长期以来都没有去审查 他们都是滥发 新法上路之后呢 就是要申请身心障碍停车未识别证 他就必须要经过评估鉴定 那确定是那个行动不便 而需要开车的人 社会局承诺明年新法上路之后 会重演审核资格 但这段空窗期 停车阵浮烂发放的状况 看来还是无法获得改善 明日新闻 王重文 陈建宏 台北报道